肺有問題的還有一個很特別的一點 這是一個很好的修煉自己的機會 就是一般講練功 他是得要做那個練功的動作 那事實上肺有問題的人就很容易體會到就是 其實呼吸他就是一種練功 那你如果可以一直保持在調整呼吸的狀態 你就真的是24小時都是在練功 秋天是我們養肺的好季節 就是我們的呼吸系統在秋天能夠做到最好的調養 於是我們就想到了林子榮 因為林子榮他在一歲的時候因為感冒引發了肺炎之後 他就長期為肺的各種問題所困擾 所以我們今天為什麼特別邀請我們年僅16歲的林子榮 作為一個養肺的代言人 想要先請教他的一個問題就是他在一歲多之後 因為肺疾感染進出醫院 到了三歲的時候好像有一個非常特別的情形 有個專有名詞 那時候是發生了一個什麼樣肺的一個狀況 叫做肺部纖維化 肺部纖維化 一般俗稱叫做菜瓜布肺 你有沒有看到很多真的肺已經變得像菜瓜布一樣 那我們再來看第二張照片 有健康的肺是非常的光滑的 但是菜瓜布肺就是很多的破動了破損 那肺纖維化造成你什麼樣的一個現象 肺纖維化它其實並不是一個很常見的疾病 而且通常來講是年紀比較大的才容易得到 那通常會引發的原因是可能有抽菸 或是有化學物質感染 但是也有一種狀況就是完全沒有任何找得到的原因 就是它叫特發性肺部纖維化 在台灣通常會發現這個已經剩下一年左右的生命了 那可能是因為我那時候比較小 所以生命力還比較強 所以就沒有那麼快就走掉 然後不錯 我們今天才可以見得到子榮 那時候狀況就是 變成呼吸只有一般人可能30%甚至更少 就變成我走路就會覺得很喘 就算沒有在運動 能吸到的空氣也比一般人少很多 那真的是 一直保持在一個沒有辦法吸到很多氧氣的狀態 那時候我爸媽就有找一開始就是看西醫 然後看吃什麼藥 但是醫生能做的是把纖維化的地方切掉 但是他沒有辦法讓你復原 就等於你肺就少了 那時候狀況應該是全部都纖維化 所以也沒有辦法 後來聽你的爸爸說是不得已之下 沒法可想的帶你來練氣功是嗎 對 因為我爸爸他是學那些機械還有科學的 所以他是不太會相信這種氣功啊這些 那但也是什麼都找過什麼中醫啊 然後什麼條理之類的 但都沒有就還是這樣子很喘 後來就只好帶我來練氣功 第一次上課 老師就跟我說就是每天要練半小時的拼甩 然後我就真的就每天就開始練半小時的拼甩 好乖喔 那時候五歲五歲多 本來是那個我們那個道場啊 從進門走到櫃台 都沒有辦法一次走完 就是走幾步要先喘一下 哇 那練了幾個月之後就開始覺得肺活量變好 可能可以做一些跑跳的一些運動 哇恭喜啊 那時候真是很開心 你父母一定很高興 所以如果我們講童話故事 那就是從此之後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 那以子榮的師兄的情形呢 我聽說好像不是這麼一回事嗎 聽說您在十歲的時候 然後感染了一些細菌 是的 又發生了另外一個不一樣的情形是嗎 那時候剛好也是秋天 秋天 就有肺的問題就很容易有狀況 那也沒有很小心的說 注意一些身體狀況 那時候就是叫做氣胸還有肺農陽 來我們先來看看氣胸的一個狀況 氣胸一般來講就是我們的肺 假設它是一個球的話呢 它包在這個胸腔裡頭 氣胸就是您的肺有了漏洞 所以那個氣從這個肺漏出來之後 結果就在這個胸腔裡頭開始累積了空氣 那空氣越來越多呢 嚴重的時候會壓迫到心臟 是嗎 那個時候一開始是覺得胸會悶悶悶的 就覺得吸氣吸不太到空氣 然後後來就突然就變很嚴重 那個叫做張力性氣胸 就是它有分幾種情況 那我的情況是空氣跑出去就回不來了 回不來 那它還是會一直跑出去 所以變成胸腔裡的氣就越來越多 然後肺裡面沒有氣無法呼吸 胸腔裡氣太多壓迫到心臟 在10年前秋季的那一次 你肺整個潰爛掉的時候 也是因為它就陷入了昏迷狀態 所以父母親就緊急的把它送到了醫院 加護病房 因為它已經陷入昏迷 他不知道 這是他爸爸告訴我的 醫生就是想要處理 因為也是肺有破洞啊 結果發現原來肺不是破一個洞 是幾乎整個都爛成一塌糊塗了 所以有破洞就不能補啊 整個都爛掉沒有辦法補啊 然後想說要切嗎 怎麼切啊 一邊肺都是纖維化的 然後一邊又都是爛掉 總不能整個肺都拿掉吧 最後他只好怎麼樣 插了一個管子 那個胸管是緊急 他要把胸腔裡的氣排出來 才能繼續呼吸 那除了那個胸管 還有好像五六個管子 抖扭管啊我記得 對 還有鼻胃管 因為那時候沒有辦法 我還要鼻胃管 那那個時候就很虛弱 就唯一能做的事就躺在那邊 然後呼吸 其實那個時候我也沒有什麼概念 就是可能就是師父會講說 大概要怎麼樣練 然後我爸爸他就會引導我 就可能說怎麼樣呼吸放慢 後來就有變得更比較有力氣 可能可以做起來 然後做一些簡單的動作 所以就是這樣一點一滴的 他在醫院裡面呢住了117天 這117天呢 病房儼然就成為了修煉場 所以他慢慢的呢 就把他自己的身體給他修煉起來了 而且我聽說啊 後來這個醫院再去照的時候 發現你那個肺纖維化不見了 幾乎沒有了 真是太厲害了 那所以呢 為什麼我們今天來採訪他 剛剛提過了 秋天不但是肺部最容易出現問題 而且也是養肺最好的時間 我們怎麼樣去照顧自己的肺呢 我覺得我很幸運就是 我那時候在醫院的時候 就是我爸爸也跟我講很多 所以那時候我就 就比較開始了解說 為什麼會生病之類的 嗯 那慢慢會 就是也是驚豔 就是知道說怎麼樣調整 自己的身體 那秋天就是 有肺有問題的人 就很容易會有 可能發作或是怎麼樣 像那時候 我的那個氣胸就是在秋天 嗯 那這個時候是 也是很危險 那也是 讓我們 鍛鍊的機會 像這種情況 就 你得要好好練嘛 嗯 那你 如果把它練好的話 嗯 其他季節當然就沒有問題了 因為這是 這是最難的時候 嗯 你把這個 練過去了 就會更強壯 欸 最難的時候呢 我們能夠把它練過去 我們就能夠更加的強壯 太棒了 那麼在飲食上面 有沒有什麼特別要注意的呢 那個時候 我在醫院的時候 因為太虛弱了 也沒有辦法 也沒有辦法吃什麼東西 因為 像我那時候也才了解到 其實 人要把東西吃進去 然後消化 吸收消化 也是需要花體力的 啊 那在那麼虛弱的情況下 其實 沒有什麼體力消化 吃下去的東西 嗯 所以那很重要就是 吃得很 單純 就是 也很熟透 我那時候 就是 就只有喝湯 嗯 蔬菜湯等等的 身體更好的時候 有能力吸收這些東西 嗯 的時候 對於肺好的一個 一種食物就是 它有帶白色的 嗯 因為在 中醫的理論 白色就是對應肺 嗯 那像 白蘿蔔 然後銀耳等等的 嗯 都對肺很好 其實當你非常非常虛弱的時候 你連消化食物啊 都是得要耗費能量的 所以在這種時候 反而你不宜多吃 你要吃怎麼樣 好消化好吸收的東西 熬煮過的湯品啊 就像我們在美門的餐廳裡面 所有的東西 都是以這個化 以這個氧為主 那像 我們這個 很多朋友現在啊 都很多都氣喘 那 氣喘的小朋友 他在鍛鍊上 有沒有什麼特別要注意的呢 氣喘的情況跟 我的那個 呼吸的情況是 蠻不一樣的 因為 主要我的問題是在肺 那 氣喘他其實是 氣管的一種 太緊繃的情況 就是他會突然 對 他會突然很緊繃 然後氣吸不進來 嗯 那 對於這個狀況最重要的 其實就是 放鬆 嗯 因為 我們在吸不到氣的時候 自然會想要更用力的 把氣吸進來 嗯嗯嗯嗯 用這個力法 會讓氣管更沒有辦法 鬆開 嗯 那就會變成 氣一直就進不來 就越來越用力 嗯嗯嗯 那 如果能夠 先把身體放鬆下來 那個 他自然就會舒緩 以前就是 可能比較小的時候 在 可能在 特別喘的時候 很容易 半夜 會醒來 可能會咳 或是 什麼情況 那我後來才學到說 哦 那個 妝醫講說 3點到5點是走 肺筋 凌晨3點到5點 對 凌晨3點到5點 對 這個時候 那個氣會走到肺 它會可能會修復 或是 等等的 嗯 那 那 如果你本來肺就有問題 可能就會 有不舒服的感覺 嗯嗯 因為在調整 像 那時候在醫院 就是 醒來就 可能也睡不著 那就練功 或是調整 醒來就練 剛好 就可能坐著 然後調呼吸 調到覺得 順了 然後 然後 再回去睡 這樣子 哦 所以囉 半夜醒來不要害怕 表示氣在幫你工作 我們就起來 一起加把勁就對了 那我們剛剛談到 子榮師兄 他之前在 這個 肺部潰爛 啊 住到醫院裡 住了117天 哇 我記得那時候呢 師父就給他一個新法 他身上插了好多的管子 師父就跟他說 你要跟管子 一團合氣 哇那 你那時候 身上插了那麼多管子 你怎麼練啊 其實就是 剛講 就是只能 先調呼吸 我們 人 人身上每個 細胞 每個器官 都是需要氧氣 是 那 你 健康的程度 就是很 很大 就是取決於 你能吸多少氧氣進來 嗯哼 然後你能 把它轉 轉化成 你的身體的能力 嗯 就像吸收食物的道理一樣 嗯 就是你不僅要吸進來 你還要可以 讓它變成你能使用的能量 嗯哼 那 那個時候就是 呼吸 也是 就是 只能一點點的呼吸 嗯哼 透過 就是師父講說 細慢長雲 細就是 要細字嘛 嗯 就是 就是 不像我們跑完步很喘 這樣 大吸大吐 那 細就是 要讓它細字 細字一點 然後把 速度放慢 哦 放慢 放慢才會 就氣才會長 嗯 就是 吸 可以吸更多 然後吐 吐得更乾淨 嗯 對 那 那 雲就是 均勻嘛 不會說一下吸 很大 結果吸完之後 等一下很喘 因為我的 狀況比較 特別 就比較 極端 因為還有氣熊 所以為了保持那個 跑出來的氣可以排掉 嗯 所以它就得一直插著 那 因為那個管子它是得要固定的 而且它還沒有辦法完全 固定住 它還是會 經過時間它會慢慢跑出來 那個管子之所以一直插著 就是你如果沒有那個管子 沒辦法 沒辦法排氣 還是會有空氣激在你的肺 你的胸箱裡 那 後來就是因為有慢慢 有 練功變得比較 比較 有力一點 有恢復的感覺 我爸爸他就有做一個 做一個實驗 因為那是橡膠管 它如果折起來就是真的 就沒辦法 沒辦法 沒辦法把你吸氣 它就折起來然後把它夾住 它也知道說如果 開始有那個壓力 嗯 那個管子可以再鬆掉 是 可以再讓它 再把氣排出去 是 那結果我就真的 沒有 就是沒有壓力的感覺 嗯 所以就發現說 欸 你有這個自我調節力了 對 嗯 後來就 跟醫生講這個狀況 他也覺得蠻 醫生沒有很生氣嗎 神奇的吧 喔醫生覺得很神奇 他的反應我不太記得啦 但是 就是 我也覺得很神奇 也是很難 很難相信會有這樣的事情 你過去 這個肺也是一直在受損狀態嗎 咳嗽是常態嗎 呃 跟 一般肺有狀況的人 嗯 可能不太一樣 我咳嗽只有 我 特別 某些狀況才會咳嗽 我 我並不會一直在 那你什麼時候會咳嗽呢 那你什麼時候會咳嗽呢 你要講 秋天是換肺嘛 對 那 會有一段時間 可能甚至幾個月 一兩個月 幾個禮拜 會一直咳 然後 會有一直有痰 就是 而且那咳是停不下來 就一整天醒著就是在咳 嗯嗯嗯嗯 欸 您講到這我就想到說 有一位朋友 他之前是老師 老師不是都吸 以前我們是用粉筆嗎 他們吸很多的不好的氣啊 是 結果他後來練功之後 有一段時間 也是 哇秋天一到 一直咳 結果咳到後來 就發現他這個痰啊 越來越濃 越來越濃 哇 就把那個以前累積在肺裡的 這些髒東西 都給他咳出來了 嗯 咳他就是身體有一種 要把東西 衝出來的一種作用 嗯嗯嗯嗯 所以 要嘛就是 有細菌 就有細菌跑進來 身體會有反應 可能是打噴嚏 或是咳嗽 嗯 那 如果不是 當下那個細菌 可能就是 身體的累積 累積的 對 所以剛剛那位朋友 就是肺受傷的朋友 他講說 他有支氣管擴張的問題 所以他有很多的痰啊 很多很多 每天都要咳好多的痰 到了秋天真的好辛苦 每天都做平甩工作 兩次的半小時 所以您要不要給這個朋友 一點建議啊 痰其實是身體的一種 組織液 就是它可能是 像我那時候 肺有那個破洞 那它可能就會想要分泌那個痰 讓它 就組織液 讓它把那個 控的地方給補起來 補起來 那但是 身體它會一直分泌那個東西 那 你如果沒有好好的調節 它就會變成 就是你要一直把它排出來 那它又得要繼續分泌 所以 這其實是蠻 細微的一個 東西就是 你如果能把 身體 鍛鍊到 它自己很平衡 它知道 它需要分泌什麼東西 然後 當它在你身體作用的時候 你也不會有那種 排斥的感覺 想要把它排出來 那最後它就會 起到它該起的作用 就是 身體它其實是很 就它知道它得要 它需要分泌什麼 它需要修復哪個地方 就是 你只需要 讓你的那個 機能變更強 原來在這個痛苦 在病苦當中 它很深刻的 跟它的身體去做對話 所以它了解到說 其實我們必須 給我們的身體工作的機會 不是我們認為說 彈就是不好的 或者這個東西 就是不好的現象 而是事實上 你的身體 它都在為你做服務 我們要給它的是 一個平衡它的機會 還有您剛剛講到 一個重點 就是我們在心理上 不要去排斥 這所有的現象 就像您跟你的管子一樣 維持一團和氣的狀態 我們就能夠 很平安的度過去 是這樣子嗎 那這邊有個朋友他講說 練習平甩之前 它是胸式呼吸 然後練了平甩之後 它就變成腹式呼吸 那他覺得 這是正常還是不正常 這是一個好現象 好現象 這也是我在住院的時候 才學到這個 就是我們講複式呼吸 並不是真的用肚子在呼吸 只是說 一般呼吸的時候是 我們這邊有肌肉 就是它會 讓你的胸腔給撐開 那氣才會吸進來 因為肺它是沒有肌肉的 它沒有辦法自己進行這個 收縮 它要靠胸腔 那一般呼吸就 吸吸的時候 胸腔會撐開 那如果是腹式呼吸 就是因為 這邊能放鬆 那變成是 你的 那個橫隔膜會往下 變成它的收縮是變成這樣子 就是橫隔膜會這樣子 然後空氣還是會進來 然後只是 吐起來是 肚子這邊 因為你橫隔膜往下 它那個空間它就會 氣就下去了 對 子榮現在怎麼每天保養自己的肺 就是 主要就是練功 那 練功 每天至少兩個小時 那 這個 練功 還有搭配 靜坐 就是因為 你動完之後 身體需要靜下來 然後 他 他才好進行那個 就是修補自己身體的作用 嗯 因為一直在動的時候 他沒有辦法好好的 修復 嗯 那 肺有問題的 還有一個很特別的一點 這也是我爸爸跟我講說 這是一個很好的 修煉自己的機會 就是 一般講練功 他是得要 做那個練功的動作嘛 是啊 那事實上 肺有問題的人 就很容易體會到就是 其實呼吸它就是一種練功 那你如果可以 一直保持在調整呼吸的狀態 你就真的是 24小時都是 在練功 哇哦 你如果 練功練到一個程度 你在 你在 例如說 靜坐的時候 他的修復的能力 甚至會比 更厲害 睡覺還要好 因為 你在打坐的時候 他是放鬆 但是你是 集中的 嗯 就是 你是有一個 有一個狀態 他並不是 昏睡 昏睡 就是你可能 躺在那邊 然後 你可能還在想事情 那 想事情 想著想著 然後很累就睡著了 嗯 其實他並不會 起到很好的 修復的作用 反而靜坐更好 為什麼不能 就睡覺就好 因為 你的身體 它沒有辦法循環起來 哦 變成 他是越來越 循環越來越慢 他也起不了 所以各位 不能只有睡覺哦 你還是得練功 練功啟動了那個循環 我們去睡覺 他的效果才能夠是 上循環繼續的啟動哦 非常感謝 所有的觀眾朋友 今天的收看 別忘了 訂閱我們的直播頻道 按起小鈴鐺 然後每一次你就會收到 我們的訊息了 我們謝謝子榮 今天為我們做的這個分享 也謝謝所有的觀眾朋友 我們下回再見囉